新一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先进 各位党团代表都已经有到场 是不是现在我们就开始继续开会 好 有嗎 好 那我們就照 因為我們照這個編號 附帶結議的編號 那輪到哪一個部會 就是哪一個部會 請他過來坐這樣好不好 是不是這樣 照編號還是要照部會 照編號 照編號我們容易 可是那個部會首長會一直跳來跳去 不必啊 一個部會首長能夠進來做這個做法 讓基本的經濟部啊 好 衛服部啊 好 勞動部啊 教育部 交通部 好 這五個部會 柯董昭建議說這五個部會 經濟 衛環 衛服部 交通 勞動交易 好就先請這五個部會進來坐 就請經濟 交通 勞動 衛服 教育 五個部會的所長 先進來坐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蝸服部 有 他們有聽得到嗎 他們在隔壁應該都有看到 有 然後 過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卫生福利部 市长薛瑞远 好市长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开始我们就照 附带结议的编号 大家都有吗 都已经花了吗 没有的再讲一下 记得还有财政部长 没有 他有的在旁边 因为坐不下 刚才有讲说先他们五个部进来 我问一下财政部长 照编号嘛 好 我跟他报告一下 附带结议我们一共有200项 又多一项 又多一项 实力党24项 国民党有145项 那民进党一项 就这样 好那我现在从附带结议的第一项开始 主席 第一项 谢谢主席 这个应该是主记长 我们昨天有沟通过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4200亿的部分 在执行率部分 带决定数是1200多亿 那比较大的部门是像经济部跟卫福部都剩蛮多的 所以我们才建议说 如果未来要增加到6300亿 甚至到8400亿 那这样的这个 未来被监督或跟国会沟通上面的资讯公开 以及相关的这个报告进程 能够调整 原来是三个月跟半年 那现在我们的建议是两个月 那就这部分如果条文都不更正 那就是附带决议的部分可以调整 那昨天我看好像大家都有共识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请主席长回应 然后也请主席做一个财势 以上 好 请主席长 谢谢那个委员的提案 那个精神我们都充分的尊重 因为两个月现在那个很繁复 是不是还是以暗计了好不好 暗计我们提报告 就是还是三个月了好不好 对对对 暗计了 可以了 对对我们就改为 不就是两个月变成三个月了 修正为三个月了 好 好 那没有意见我们就 好 那个村委员你有意见 来 这个案子没有意见 但是我有整体的一个想法 请教因为各部位在这里 那这一次行政院可能提出来四千 两千一百亿或者四千两百亿不管 但是要请教经济部 部长 您这一次的可能的纾困的重点在哪里 你可以跟他往下讲啊 重点在哪里 你大约多少钱 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做一个更正 现在不是谈四千两百亿 现在谈两千一百亿 对 好不好 好 尤其是我跟我们本党的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谈的是两千一百亿 好 两千一百亿 这个保留啦好不好 好 不是不是 这个这个 咱们来讲这个是相当严肃的事情啦 那我早上听第二位委员讲说医生没有问题嘛 那洪大兄你稍微手印一下 那谈议最后我们礼拜再来谈啦 那多少钱我们大家都先看一次好不好 那至于喔 至于我们就不管哪一部会都一定会碰到 我们第二案的时候碰到哪一部会他马上回答嘛 这样才不要跳来跳去 我觉得的话 可能没有效力好不好 曾委员 好 你说我要请教部长 你这一次想纾困的 其他重点在哪里 你不能讲大概 因为等一下一样一样会失交耶 会失交啊 那我要讲问一下你经济部 你主要的 这一次的纾困重点在哪里 那那一月早上只有讲 只有讲卫文部啊 曾委员 讲一下吧 程序问题啊 请一下 程序问题 早上讲了 第二个早上到一点 二部问完 那是最大家比较关心的 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差不多讲完了 接下一个部会 我们就知道这个第二案是哪一部会就马上回答 不要在每一个部会再讲一次 我们都没有办法进入轨道进入程序 各位好不好 实验是有限 因为你至少 他刚才说第一案 第二案你到成立就要问 你不让我们讲到时候下午或者礼拜一在协商一样 我們今天下午的時候,剛剛院長已經裁示,就是按照附帶決議的號刺啊 現在是民眾黨的號刺,哪一個部長可以隨時回應啊 你要協商輸困,你總要讓各部位吧,你經濟部,你要幹什麼用啊,你不能直接到附帶決議啊 沒有,你附帶決議一定碰到嘛 不會碰到 沒有人 不會碰到 那個主席啊,主席,我來做公道博啦齁 我來做公道博齁 是不是開放比如說30分鐘或40分鐘,給我們廣泛討論這樣啦 好不好,廣泛討論一下,然後再進入 老闆,老闆,我建議啊 好不好,30分鐘 四個黨讓他廣泛討論請教一下六位部長 大家有一個基本,大家聽我講來嘛,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以後,接下來齁,大家往下面走,順序就會快 好,到兩點五十七啦齁,到兩點五十七齁,好,開始,來,陳委員來,好,謝謝 來,到三點也沒關係啦,好嗎 好 三點齁 好,大家同意到三點,就開始進行,這個附帶決議議案一案齁 好 我要請教經濟部長 其實你這一次的紓困呢 你主要重點在哪裡 那大約要需要多少錢 再來交通部也一樣 再來是勞動部也一樣 衛服部也一樣 教育部也一樣 你這幾個部會,重中之重啊 你想用到哪裡 你怎麼要講啊 需要多少錢,要講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不是,我要跟同仁說明 因為假設你這不就很清楚,要等下到程序 見數不見你,真的不合適 所以我要問 這幾個部會 你的重點在哪裡 大約多少錢 你們跟大家講一下,謝謝 好,那我經濟部先做說明 好,王安部長 是 好,那主要經濟部這邊會針對商業服務業 還有會展的紓困 那最重要就是希望非常快速的就先發下去五六月份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初步的想法就是說 用最簡單的速度也不要去算薪資 就一個定額的錢 就趕快五六月就發出去 那另外一個大部分就是貸款 就利息補貼的部分 那所以這兩個部分在2100億額度裡面 大概是目前初估是480幾億 以上 好 還有 還有 好,來 另外一個是營業補貼的部分 營業補貼 現在最嚴重是在這個 枸件的部分 所以在航空業 包括機場的這些 商業服務的這些 像美稅店跟一些 商店 這個部分 我們做一些補貼 那另外一個是在這個 公共 包括遊覽車 包括我們的計程車 包括我們的租任車 還有我們一些公路客運 這邊也有包括這個相關的營業的這個補貼 那另外我們也有所謂個人的部分 像沒有雇主的導遊領隊 這個也是很慘 還有包括觀光遊樂業的員工 還有包括旅行業 旅行社的部分現在也很嚴重 那這個部分他們主要是在這個薪資補貼的這個部分 我們大致 還有包括我們民宿 還有包括我們有一些這個 包括一些這個北高的 北高的 在商業設施的一些薪資的補貼 大概是這樣 所以交通部最主要就是觀光業跟飲食業的部分 謝謝 謝謝勞動部 報告院長跟各位委員 勞動部目前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針對 自營作業診跟無一定雇主的生活補助 那這部分我們大概初估目前的數字 大概要370幾億 然後另外就是勞工紓困貸款的利息補貼 那目前因為是抓大概50萬的名額 所以大概補貼的利息補貼大概要9億多 所以我這邊大概加起來就要380幾億 目前的數字是這樣 教育部 主席各位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那教育部這一次在預算上的需求 主要防疫物資還是必要 因為我們很多學校包含各級學校學遣的這個部分 這是一塊 那另外就是有關線上學習的這個資源 我們做了一個準備 這個是一個需求 那另外這一次因為有兩次的全面的停課 那對於我們相關的教育事業 包含這個設計大學 還有理由業 還有私立幼兒園補習班 客戶照顧以及團善業者的這部分 是一個主要的重點 那當然你目前這樣整體上 我們所需要的 它包含大家也在關注 有關這個家庭育兒的這個辛苦 這個負擔 這個我想各黨團也都需要 不過這樣整個粗估 大概教育部的預算會在300億左右 好 好 好 衛福部 好 那跟各位委員報告 衛福部這邊的這個預算 包括房子跟紓困兩個部分 那房子的部分 有幾個大的項目 大家醫事人員的津貼 醫療機構獎益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集中檢疫場所的徵用 那另外一個是疫情監測 還有這個社區疫苗接種站的設置 那另外一個大的項目是 醫療 就是說 傳避這個醫療網裡面的應變醫院的啟動 還有這個病人 確診病人收治的這個治療費用 那另外一個是防疫物資 還有這個檢驗診斷的費用 那另外一個是疫苗 另外一個是疫苗 就是疫苗的採購的費用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補助 這個醫療機構因為防疫需要停診的這個營運損失 還有就是邊境檢疫的相關的費用 那在紓困的部分大概就是 弱勢的加發生活補助 跟擴大疾難紓困的救助 那第二個就是 傳避機構的紓困 還有社福機構的紓困 主要的項目是這一些 那總金額大約在680幾億 我打查一下好不好 你那個疫苗這次變多少 疫苗這一次的話大概200多億 上一次已經編了115還有幾乎都沒什麼用 還有52.8 所以上一次有170左右 那你了不起花20億 那你現在 你到底全部要買多少 那單價多少才能夠算總數 你這樣加起來 你現在要編200多億加起來 加起來等於是加起來等於是300億 對 整個的疫苗的費用 我們預估是差不多360億 360億 那幾支 要買幾支 幾支 沒有沒有 總計數的話應該是三千 三千 沒有沒有 三千萬計所以 一支就一千兩百塊左右 那這個還有 應該是還有包括注射那些 處置費等等 上一次你編了一支是750塊 這次編 這次編成千幾個就算不算 怎麼差這樣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沒關係 這個 這個 現在的說明就好了 沒關係 這個事情就是 來 謝謝院長 因為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就希望各部會 必須體諒 這些錢都舉在來的 都是每個民眾一塊錢一塊錢 繳稅來的公帑 需要用在刀口上 不要浪費 尤其不可以用這些錢 拿去買這些不當廣告 尤其楊王軍 謝謝 好 接下來賴維 謝謝我想要請財政部來一下好不好 財政部長 有沒有來財政部 應該在隔壁 請財政部 蘇部長 能夠過來一下 好 他過來之前 先問一下那個 經濟部的王部長 你是福將 真的 兩次大停電 你要躲過不用下台 那是很奇怪 這麼大的士林科不下台 那是天才 不過 這個因為現在疫情比較緊張 大家也沒有 對你太為難了 看起來這個樣子 但是我想請教 這一次 主記長 主記長 你聽哩 你知道我們常委會說到這樣 現在 跟我出個轉波 我們第一季GDP成長率8.5% 所以 今年 前年可以5.多% 我就無限經濟部 如果講錯了 你就這 你不要講錯了 你不要講話 主記長 我要省時間 王部長 這樣的疫情 會不會影響到經濟成長率 會不會 你們估算過沒有 應該是會影響到內省的 影響多少 這個確實是要看疫情的時間的影響 你出估一下吧 好不好 出估一下給我個數字 或者是主記長給我數字也可以 大概多少 我們大概會在 6月4號 會會把那個出估的市值會公佈出來 我想大家就是 畫面你們兩位是這方面的主管 大家知道內需佔GDP是6成 有人說外銷佔7成 還要減內銷 出口減進口 所以內部是這樣子 但是真正內需就是 國內的消費 國內的消費佔的GDP是6成 很高很高 所以我的看法是 這次影響會非常大 影響一定非常大的 原來 我跟主記長在財委會說 說這樣 現在我回到後面要熬菜 說多少錢多少錢 今年一定跨5% 那個時候還沒有目前的疫情 所以 所以你要趕快估嘛好不好 趕快估會影響多少 當然跟疫情有關係 現在根本就是 現在根本就 我講了好幾次 我在附近想吃過 牛肉麵都沒有開 都乖起來 大家怕嘛 很怕 什麼東西 你要求我吃牛肉麵 沒有 那不要煩了 不要 教委員 那個蘇部長已經有來了 好 蘇部長我請教你 因為當初 所以股市的交易 證交稅 操縮非常多 你要不要講一下 到現在為止操縮多少 跟院長還有教委員報告 到大概兩天前 我們的年度預算 證交稅的年度預算是 一千兩百億 現在多少 它現在是一千一百零二億 所以現在才五月而已喔 就超過三百億了 比預算增加三百億了 所以照這樣下去的話 今年證交稅有沒有機會到三千億 不要看下半年的這個股票 非常可能 現在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當創啊 賺的快五成喔 對 但是還要看下半年的這個經濟狀況 還有整個股市的狀況 這錢太多了 對不對 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錢來下去 全世界啊 因為要救疫情啊 丟出來的錢超過六百兆了 超過六百兆這麼多錢 跑去哪裡嗎 一定買資產啊 投資股市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重點在哪裡 我的重點是你操縮這麼多 我們這一筆錢啊 能不能夠 核心的 不要全部舉債 才不懂啊 有沒有可能 你今天操縮的 拿出來 做這個 舉債啊 聽我講 先聽我講 我的重點沒講完喔 就是說 舉債都是我們指數的錢啊 真的 能夠少舉就少舉啊 既然你要第二期 的兩千一 可以不可以你這裡貢獻一點一千五 比如這樣講 你貢獻一千五或者最少一千 一千 你這樣我們可以來修正一下 跟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科老道講一下 這個東西有錢嘛 假收 他一千兩百億 税率 增交稅 預算 他實際上可能三千億喔 不要把三千億也有兩千多億喔 所以我就把他拿一部一千多億 貢獻一部 那不然然後全部舉債 就變成是我們全部子孫的錢 就是我要講的重點 有沒有可能你 你這裡面 來講 我說你現在可能沒辦法回答 老公真的好好地想一下啦 我們一定要不要全部都舉債 都是子孫的錢 今天賺這些 收入這麼多 跟沒辦法貢獻一下 大家來求 有錢就出一點錢 不要說通通叫子孫出 我這樣的一個講法 是很合理的 我今天都要想這個 那讓他回答你的問題 好嗎 讓他回答一下 來 跟我們報告啦 因為 稅收是總預算裡面的事情 那如果總預算 稅收超過預算數 那通常我們會這樣做 第一個就是說 本來要舉債 總預算今天還要舉850億 如果我是稅收多的話 我就不用舉債 總預算就不用舉債了 就像前三年一樣 我們的總預算 雖然變了800多億的舉債 但是我們前三年因為稅收太多 超過預算數很多 所以我們就不舉債 那不舉債的部分 我這個減少舉債的部分 我就可以用在這個特別預算 這樣一個情況啦 所以 所以 總預算跟特別預算加重起來 這樣看 請問你齁 現在也是五月啦 也差不多要變夏年度的預算了 是 夏年度你準備要舉債多少 按照 夏年度應該是一千 總預算要兩千億 總預算要大概兩千億 要舉債兩千億齁 對 兩千兩百億 我想要舉債就多了 你家裡這麼閃爛的嗎 對啊 超一十年去五十年六十 對啊 下年度一百一十年度的概算 舉債大概要兩千兩百億 我以為我們家裡有錢 你有沒有這麼窮 那個 證交稅的稅收只是一時性的 但是我不曉得下半年 沒有一時性喔 現在會一直下去喔 沒有我不曉得下半年的情況 因為金管會已經提出來那個 那個那個 當窗減半要再維持五年喔 如果這個再過的話 那就是這個樣子一直下去 而且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因為聯度預算沒有決算 我也不可能說用 就是說 挪到這個特別預算裡面去 好 這樣我了解了齁 我再回到那個經濟部啊 請教部長啊 我們上一次有 防疫 紓困跟振興 這次不要最振興了吧 我們目前針對兩千億的先紓困 我我我我拜託各位長官喔 真的不要振興啦 不要振興真的 因為齁 你只要疫苗打好 打得很麻煩 你看去年我們的經濟市場 你嚇嚇給台灣人用啦 還要弄爬幾個 跟別的國家比我們很用的啦 所以 對自己有一點信心 不要再舉債 還有啊 我一直以為交通部啊 很受傷啦 王部長 雖然以前我對你有點意見啦 但是我看你今天太高億了 你才變兩百多億耶 我覺得你應該再加一百億以上耶 因為你的影響很大耶 不會不夠啦 不會不夠啊 你的錢變得太少 因為 所有的飯店觀光 餐廳都是你管的啊 那南南路 有沒有真的仔細算過 才兩百多億 我不太相信耶 真的 可能少編很多 少編很多 喔 那個 勞動部啊 你這一次算比比較多啦 上一次比很少啊 對吧 上一次啊 不是 你不是說沒那麼多 你說過這麼多 就說變成就 這些 打零工的 打 賺現金才能過火的這些人 很可憐的啦 這個都靠你這邊都倒邊啦 齁 齁 就是老東部的 你也免費施打的 什麼 免費施打的 啊 免費施打的 我那一部變很多錢的 那什麼 我那一部變很多錢的 那什麼 那什麼 他已經編了六百多億 我沒有在擔心 我是覺得勞動部都算一下 所以有一個教育部 你那個時候停學 停教部 停學 停教 停就不停學 這個要做得到 不能夠超多 我跟妳講 那窮生屁人的 家外的 沒有Wi-Fi 你知道嗎 那個網路頻寬都不夠 而且小孩子 在電腦面前坐不掉 你知道嗎 誰要照顧 誰要照顧 這個妳沒有處理 我沒有看到配套的東西 我很擔心我們的教育這一塊 講得很清楚 我一定到晚在用 3C產品的人 我上一次上 我們這裡的視訊會議 裡面也離開 問題就是 沒那麼簡單 要測試一個 大家能夠 一個軟體 什麼Google Meet 什麼之類的 沒那麼簡單 所以我希望教育部 這部分真的要 要處理好 因為我 我講這些都是 因為我是區域的立委 都是 選民跟我反映的 都說我 現在妳們不知道 出的兩個 兩個三個 哪個 哪個 到底學習怎麼樣 我不知道妳要做一個評估 到底 學習效果怎麼樣 好不好 好 謝謝 求成年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先進 我想先請教經濟部長 我想剛剛也大概請各部會講了一下 現在新的紓困的一個狀況 我想請教經濟部長 因為我想紓困每次經濟部都是重重之重 那這一次的紓困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樣 因為 我們有去年的經驗 那去年在剛開始申請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混亂 那相關的認定上也有一些 業界不同的聲音 那我們是希望說 妳要納入這些相關公協會的意見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未來紓困 可能這些 產業 或者是這些業者 他們沒有辦法像去年一樣 各部會這樣子的 的去申請 可能這是線上申請的這個比例 跟技術上 要先優先的來去克服 然後避免他們後面來塞車 不然這個部分 可能會造成新一波的一個亂象 第二個就是說 相關的認定 營業而損失的這個認定50% 這個部分是跟去年同期 還是跟前年同期 還是跟108年正常的營運上的同期 這部分我希望你們要定義清楚 那我是希望說 盡量可以重寬重塑 然後擴大認定 讓他們可以及時的獲得這個幫助 那在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所管理的這些 所有的商圈夜市攤販的部分 我希望這個部分在第一波的時候 先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如果這些 靠現金的小攤販 不是一般我們這種 法人的業者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 先給予他們一些現金 及時性的補貼 那我不知道說去年在 我們去年整個疏困預算 4200億 現在目前執行數 還有大概 今天一直討論 大概有338億的這個餘處的部分 我不曉得經濟部這邊還 有沒有還剩多少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可以現在去做挪用跟支援 這是第一個問經濟部的問題 第二個我們來請教交通部 交通部我們剛剛聽到就是 大概是229億 那大概是針對一些防疫禁人車 航空業 旅遊業的一個相關的薪資補貼 但是我們知道說在整個這次的疫情 其實整個的衝擊 對於這些觀光旅遊業 確實是海嘯第一排 它是最嚴重的 我今天也才開了兩場的座談會 針對這些旅遊業者跟旅書業者 那因為對他們來講 其實現在跟去年又完全不一樣 去年還有維持一個基本的經濟活動 現在是幾乎整個已經是 上帝已經按下一個停止鍵了 基本上大家都停了 所以他們現在的這個衝擊 是不可同日而已 就是說 在相關的薪資補貼上面 他們是希望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提高那個相關的比例 還有這個相關紓困 認定那個營業的損失的那個範圍 這部分我們希望說 部長也是等一下來跟我們去做一個說明 我相信你們應該也要 好納入很多相關他們 業者跟工協會的一些意見 那因為 本來他們因因期盼的這個 國旅跟後續可能這個端午連假 跟暑假的這些部分 我看全部都基本上應該都泡湯了 那這一波怎麼樣協助他們度過 我希望就是說 還是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個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認定上 我們應該要是要重寬重塑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基本上的一個問題 然後 那個教育部剛好 教育部 這個 停課不停學這個部分 真的是要幫我們 落實 因為其實很多這個 家庭 防疫招呼架的一些 這個職業的婦女或者是 父母 其實真的在家裡 對他們這個在線上的這些操作 並不是那麼熟悉 還有相關這些網路的流量 其實都要幫我們去 注意 那個確實 那個學習上的那個問題是有一些落差 因為我自己家裡就 就好幾個 所以那個 確實執行上是有一些困難 好不好 那我們先請經濟部跟那個交通部長 針對我們的問題先回應一下 謝謝 請經濟部跟交通部 好 那個 我們這一次呢 原則上只用線上 那線上的話 你一定要去簡化申請的表格 所以 我們這一次 要送的資料非常簡單 一個申請書 一個你自己說 你有衰減50%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的帳號 我們錢匯到哪裡 那基本上 第一個我們就是匡列是服務業 那你的員工數 我們會去勾計 我們現在的電腦系統的 勞動部等等的這個資料 所以你都不用來講你的員工數多少 也不用講薪資多少 因為我們就用定額的 那這個就比去年的會簡化非常多 那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夜市攤商的這個部分分兩塊 如果他有這個營業登記的這些東西呢 還是進到我們這邊來 那如果你是沒有這種營業登記的 是屬於自營者 那就有勞動部 那一個全部有勞動部 那個是統一作業 他不用來申請等等 那這樣兩塊呢動作就會快 那至於經濟部去年剩的錢 其實很大一部分是那個信保基金的那個貸款的錢 那因為那個如果沒有發生虧損的話 那錢是在那邊 可是那個錢要匡列住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剩下會展的還有製造業還有剩一點錢 那因為製造業的部分就是做到今年六月 所以四五六他還是可以來申請 那這個已經漸漸收斂了 那會展的部分 他原來剩下錢繼續 那接著呢 他想像上還是會有紓困的必要 所以我們大致上經濟部是這樣處理 好 那那個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 那那個信保的部分 我記得好像匡列大概三百多億 就是要作為他 七百多億 作為他後續的這個 如果有預放 打呆來用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要不要部長說明一下 現在目前預放的情形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針對那個自營工作業者 是不是等一下請農東部長也補充一下 因為去年在申請這個的時候 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就是他是看他的當時的投保集聚 投保集聚的這個範圍 那今年的認定是怎麼樣 是不是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以上 那個王部長你要不要先回那個信保的部分 然後再請 因為信保的部分其實都還在陸續在執行當中 那他就是 譬如說我們那個利息的部分就有支出 那你如果有預放才會支出 所以 預放的數字是不是 因為 預放其實還不會那麼快發生啦 那目前有一部分了 那我們有初步統計 那確實在這個 個人勞工的部分的預放已經比較明顯 那另外50萬以下的 也比一般正常的多一些 那其他的部分 因為其實都還正在發生要緩的這個部分 所以那個部分其實還沒有看得出明顯那個趨勢 對 各位人報告去年 因為我們大概就是以基本工資為限 大概用2萬4的一個標準 那當時候的考量就是弱勢優先 排富 然後這個不重複領取 那基本上今年大概也是這樣的一個標準 不過針對當然也2萬4以上的也會有受影響 但是這部分因為如果要通發是206萬人 這個在預算的規模上 可能容納不下啦 那但是超過2萬4以上的 是不是要作為補助 因為這個金額上也不少 所以我們目前還在做一些討論 看能不能容納得下 但是現在大概確定的就是2萬4的這個部分 大概就佔了67%的 大概138萬人 138萬人 那我們排富以後 我們大概有初步排富 大概抓了一下數字 目前大概符合資格的 我們初估大概有124萬5千多人 所以大概這樣的一個就是在排富 然後不重複領取的這個原則下 那我算了一下比例 因為我們現在的資源作業者 跟無一定雇主的職業公會會員 大概206萬 好那138萬是大概已經佔了6成7了 大概可以照顧到 百分之67的職業公會會員啦 那就謝謝邱委員啦 沒有那個 交通部那個 剛才邱委委員 包括邱委委員跟邰委員都有談到 的確交通部在229億 我們很多都納不進去 因為這個總額是有限 所以真的很期待如果能再增加一點 剛才談到我們要29億 事實上有很多業者 事實上都是補助都不夠 那我們現在的補助理念 我們現在兩個 一個是運輸業 一個是觀光業 那觀光業的部分就是 旅館跟旅行社的部分 還有遊樂區 那目前的補助方法就是 在薪資補貼就是40% 不超過2萬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想法是 前面兩個月先各給2萬 讓他這兩個月最精快的時間 趕快過去 然後我們在運輸業的部分 我們有很多像計程車 還有包括這個相關的這個 呃代顧駕駛 油染色駕駛 那這部分就是 用無雇主的這種方式 跟那個勞動部是一致的 就是一次3萬 大概用這種方式來 來做一個處理 然後我們當然在 呃相關的這個導遊領隊 這部分也是類似用這個 用3萬這種方式來處理 但是我們覺得 在整個像旅館 或是呃包括旅宿 還有旅行社這邊 我們是覺得他的嚴重程度是非常高 還有包括計程車 就是說 呃我們計程車現在也是 呃過去我們本來有編 油料補貼 但是換不進去 如果說這一次有增加的話 我們希望說把油料補貼把它換進去 好謝謝 好謝謝 不好意思我最後再呼籲一下那個財政部就好了 你不用回答齁 就是說我們希望就是說 財政部也是要跟我們現在目前八大航庫 這邊來去溝通 千萬不要有這個雨天收閃的狀況齁 相關的業者如果需要相關的貸款的展延齁 或者是利息的補貼這是政府來協助啦 相關貸款的展延齁 或者是這些呃這些利率條件的溝通齁 希望大家可以著語的來支持這些業者 那其他民營航空的部分也幫我們呼籲一下 這個要請大家來幫忙要共體時間 齁謝謝 謝謝區委員 接下來請邱顯智總召 好主席好各位同仁 那我先請教勞動部齁 那因為之前的這個補貼發放的對象齁 那可能都是以實際上 就是說這個以職業工會齁 融會或漁會的會員作為這個發放的對象嘛齁 那如果是說他沒有參加職業工會齁 我現在問的就是說沒有參加職業工會 或是沒有投保勞工保險齁齁 那剛剛其實這個其他委員也有提到 那像工地的臨時工齁齁癱瘓啊等等之類的齁 那這些基層更為弱勢的這個弱勢族群齁齁 他被這個疫情的衝擊也很嚴重嘛齁 齁那就這個部分齁 沒有負本בה的人齁 但是他有優動事實的工作者齁 是不是有一點規劃齁齁齁 那沒關係我再問一下齁 那等一下再讓部長這個說明 hey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針對這個財政部 那個就是說部長我想請教 因為現在紓困了 那他同樣也會是做這一些貸款嘛 那包括我們的這個工股的行庫 也會去進行這樣的動作 那這個就是說在去年也曾經發生過說 一些這個中小企業主他也會來講說 整天這個工股行庫的行員 那就是說一直來問說到底有沒有需要貸款 那明明他已經不需要啦 那當然這個這一次的這個疫情的衝擊恐怕比上一次還要嚴重 但是我現在就是在問說部長有什麼想法說 那到底這個應該要這個貸款當然要貸給 應該要貸款得到這個紓困的人 那不應該貸款的人他不應該得到這個紓困 那因為這個基本上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這是人民的寫換錢嘛 那就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規劃 那最後一個就是請教衛福部就是說 剛才你有說到這個買疫苗的事情 大家非常關心嘛 那去年的5月8號的時候在這邊通過了 115億的買疫苗的這個預算 那到底現在執行的狀況如何 那現在剛剛是講說還要再花200多億嘛 就是說還是300多億的疫苗的錢 那你的具體的規劃是如何 因為這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除了這個買疫苗 要非常努力的去買之外 那買了之後要怎麼打 這其實大家都有提到 那國外的經驗 比如說大型的這個這個疫苗的接種的中心 然後能量的技術等等 那有沒有去編這個預算 然後去處理說 到底你買了之後你要如何去施打 還是說你的預測你一天要打幾劑 是10萬劑 20萬劑還是30萬劑 因為我國的流感 過去在這個一些狀況的時候 也曾經打過非常多劑的這個經驗嘛 那你的規劃是如何 主席我勞動部先說明 徐部長 跟千萬說明一下 現在這個有工作事實 沒有加入勞保的這些勞動者 那基本上那紓困的部分 是由衛福部來 依集內救助的方式去處理 徐部長 陳政部這邊說明 就是公股貸款的部分 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比如說經濟部還有勞動部的 這個利息補貼的貸款這個部分 那基本上都要經過審核才可以啦 比如說 銀行員去要求他怎麼樣就可以做的事情 這一部分 那 那製辦貸款的部分 那製辦貸款的部分基本上我們也原則上是 如果 如果有 7年有案子 那原則上我們就可能就是在這個所謂的書面審核也不用去跟這個所謂的這個客戶直接接觸 所以這一部分在防疫期間我們會謹慎來做啦 那如果說這個 我利息補貸的部分當然更 更是這樣子 因為利息補貸的部分都要經過審核才可以 所以 我不知道這樣 可以答覆到 就是說 去年 去年有案的基本上他今年就是繼續 沒有他如果提出申請的話我們就書面審核就好了 因為去年有案包含很多製造業 今年只是商業跟服務業這一部分而已 謝謝 好 好 謝謝現在接你跟林毅華會員 衛福部要不要回答 好 衛福部 好那有關於疫苗採購的部分 在之前 那我們所編列的是115.5億的這個預算 那這115億的預算本來就是大約是我們以60%人口所需要的疫苗為目標 所以總數應該是在3000萬劑 好 3000萬劑 那這個3000萬劑目前我們已經已經定下來的就是2000萬劑 好 已經有合約關係的大概就2000萬劑 那這2000萬劑算起來的話原來的115.5億已經不夠10.5億了 不太夠了 好 那還有未來還要再採購1000萬劑 好 1000萬劑 所以這樣子的話大概到今年 好 就就說 這一些1000萬劑如果完成採購的話 那還需要將近在100億 那不過在未來的話 好我們希望說這一個 這一個疫苗能夠更大的一個 coverage 好就說涵蓋率會更更大 然後讓這個全民施打好 這個普及率是更高的 所以以這樣子然後加上就是說疫苗的處置費跟能量配送 運輸 好這一些的費用加起來 那大概還需要126億 所以 以原來的第一期 之前的 那些要採購3000萬劑的話大概差差距大概在100億 那再加上這一次 我們可能需要再加購的 我們希望說還增加1500萬劑 那這樣加起來會是 就是差不多220幾億 好謝謝 因為我們剛才有通過就是3點開始要除案來討論 現在只有剩下5分多鐘了 但是還有兩位 那林毅華委員跟蔡壁鼠委員 那請兩位能夠清簡一點 好謝謝 好謝謝主席 主席辛苦了 實際上我想先了解一下 就是有關於 因為有些 事實上是不需要等到我們紓困的這個經費的 像租金打折的部分 牽涉到我們的國營事業 還有我們財政部的國產署 或是像教育部 我們大學有很多相關的店家或是餐飲業這些 是不是已經 哪時候可以啟動相關的租金打折 這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能夠了解一下 好再來呢 就是我還是覺得這次我剛剛聽到勞動部說 還要用急難救助 去年大家知道那個就是急難救助之亂嘛 那搞到大家都覺得就是讓地方也很為難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回到我們黨團的主張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真的受衝擊是很普遍的 所以怎麼樣子能夠排富廣發現金 先讓大家能夠有救難前 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說我們今天願意再多給一些經費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做到這樣 要不然你什麼到用提出申請來做的時候 事實上思路上我認為會緩不濟急 那再這樣如果說是回到過去的方案的時候 像剛才勞工部長提到 用兩萬四的部分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勞工的投保有時候不一定跟實際上收入有關 他有時候是跟他的年齡有關 那怎麼來確定說兩萬四以上的投保者 他本身在這次是沒有受到衝擊 那你相對的在對這些勞工的紓困會是怎麼樣來做 而是真正的也幫到有些需要幫忙的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不管是自僱者 或是有不固定僱主的這樣的勞工 還有一個就是最後要提到就是 教育部的部分 當然有很多的 我看到已經有些紓困的方案了 包括說針對團善 針對教育產業等等的 那我也想提醒一下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有幼兒園有納進來 但是呢 衛福部有托嬰 保姆 我們沒有看到 那交通部部分可能有駕訓班 你知道都是屬於 我的意思說訓練產業 教育產業其實不只在教育部 可是我只看到教育部有提 其他相關的都沒有 所以紓困要把它整個都含擴在裡面 然後最後提一個就是說 當然這次因為用遠距教學 還有可能我們要評估一下 再來因為不知道疫情的穩定狀況 會不會變成平良 也變成要改成多元平良的方式 這請教育部能夠提早做準備 然後呢 再有關於現在真的 因為一下子做這樣一個遠距教學 對老師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當然要給老師很大的鼓勵跟支持 可是終究在學生學習 我們怎麼樣在這一波的遠距教學之後 也能夠實際去了解 學生學習的狀況 那到時候需要有些在現場 給補救教學的這個配套 我也希望教育部能夠提早做準備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蔡碧如圓 請問一下那個農委委會主委有在嗎 農委委會沒有 有 沒有教育 那所以還是要回歸到經濟部 就是說 有一 現在就是學校都已經停班停課了 那這些很多中南部的青農 還是幫他們發生一下 尤其是他們做一些有機蔬菜 或者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蔬菜 農業的一些發展 所以有貸款的部分 是不是這個貸款的部分 可不可以他們有在陳情 是不是今年 不要還本金 只要繳利息就好了 這個可能幫忙發聲一下 那另外一個 沒有要給在座的那個各部會回應 因為剛剛聽起來就是 各行各業都有在紓困 都有補助 急爛救助 有很多很多的名詞 那不曉得這個主計出貨 或者是財政部 對這個基本收入的這種發放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那不一定要回答我 但是可以把它放在心裡頭去思考一下 好 謝謝 好 主席 主席 剛剛有些部分可以請我回答一下 請我回答一下 像租金的那些部分 什麼可以先回答一下 好 那尊對林立華的部分 對 還有剛剛提到說 你教育產業包括的不只教育部 但其他的我都沒有看到 好 現場還有各位委員 財政部這邊回答一下 國有土地出租的部分 因為我們從去年開始 這個條例通過以後 我們是到今年6月30號為止 都還是減租啦 就減少租金 那因為我們新的條例還沒通過 所以延到明年的6月30號 只要條例一通過以後 我們會到行政核定 馬上延長到明年6月30號 所以這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謝謝 謝謝 第一部也是一樣嗎 對對對 我們就比詐 對 都一樣 好 OK 謝謝 好 柯總商 不好意思啊 我看各位的發言 那我非常了解 大家都可以 非常認定說 這次疫情 比我想像很嚴重 那每一個人的發言 不外乎都是 都是要監會來處理的 好 那包括不管是賴斯法委員 他也說 欸 你交往沒平衡少吧 好 只有200多億太少了 那又提到這個 防疫照顧假的問題 這個這個 還有勞工的問題 另外 有人說要花現金 這個問 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都 非常 非常實際 實際的 代表 每一個立法委員 受到選民很多的陳情及壓力 那我們黨團內部 也是有很多不同意見 那這個意見的 就 結論的方向就是 就是怎樣 人外情侶改管 人外情侶改管 所以我今天很誠懇的來講的話 剛才我初衛聽了一下 這幾個部會 前來這幾個部會 的預算 2100億部已經都塞得下去了 但是呢 他們是在我們條例沒有通過以前 他們是這樣的偏類 那後續 包括經濟部 包括經濟部 包括教育部 包括教育部 市民論 他們都 跟在 因為你們學上的所有 都每一個人都爭取 所以我盡量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大家都 都有相當的看法 那這幾個會從哪裡來 我們還是要 要想清楚 所以要懇請大家就是說 我們 他今天這個偏類 是因為我們條例還沒通過 所以 來這樣的概述 真的在 在 6月14號 528 528以後 又發生不一樣的事情以後 這個 後面的 都是非常嚴峻 所以 各部會 都在 他們的預算 在爭取 所以 反應到說 我們黨還會這樣的提案 總共再增加4月2分兩期 這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尤其防疫照顧價 等下我們要談到 如果解約這些問題 我想 代表委員 為了這個提案 有 有 有 第三條 他寫 31 32 33 凡此總總 我們都來面對 但是 吳 賴兄 這個人整個運算上面 我們可能要 要 要增加了 增加並不是代表他一次把他用光 好 好 就是說 第一次 什麼至少要多少 那就是 有所謂的 吳 這數目的4.0 那是5.0 用多少 他們要去配置 但是 我們希望說 那現在就有消費了 五三以後就消費了 那接下來行政要把預算送進來 那預算送進來的時候 只要維持2100元的預算 就會 我跟你講 絕對各位所掙集的 都很 很難落實 好 包括這個小孩在家裡 所以要照顧 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預算 根本沒有在這裡面 所以 我拜託就是說 大家共同來先思考這個輕題 這個是2100億 我們沒有通過以前 還跟大英以前 他偏的預算 都非常不足 那這個再講很多 我聽的都是 包括賴司法委員講的 你工作不夠嗎 江販部 其實我知道 江販部 經濟部 江販部 都非常苦 收支出苦來 因為 這次用 你的預算編列式 2100億的規模 這個問題我們 把這個 一定要 回到 十一條這個修正案 我要 我像 看今天早上 所有人發言 都是 預算沒有問題 只要你做什麼事情 那很多 很多 很多行為 包括對於外務部 外務部的所有行為 當然 後來一個早上到下午 一點 一一非打 那現在是 我們面對要處理的時刻 所以他 這個思維 能不能打開 因為 一百八十幾案的 後來解育 很多 都要贏下去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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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答應 那在那邊吵 那這個也不是 不是 我們六號為人 在國家 這種緊急狀態 我們現在不能 不跟吵 也 不能解決問題 這可能要 有這樣的思維 想往 走下去 好不好 好 那現在 柯總召你意思是說 要先討論這個額度的部分 還是要照原來講的這個第一案開始 老婆就跑了 沒有關係 我是講所有團的 就是我要離開 不是 所以 這個 柯總召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這個 我們這個 我發言一下 今天早上 包括昨天 我們這個 所有的發言人都說 一直都沒問題 那我來回應一下 這個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公布的這個二級警戒是到六月十四號 即便在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三級 三級是到六月十四號 現在就是嘛 即便在這個嚴峻的情況下 我們立法院還是這樣聚在這裡開會 所以我們全體為國家 為各個產業為人民的心 這無庸置疑 那我們 我覺得我們對疫情指揮中心也是相當的有信心 相信到六月十四號 疫情應該可以順利的這個好轉 我們也希望從三級可不可以再往下降 當然不要往上升可以往下降 在政府這麼 還有我們大家都這麼努力的情況下 所以現在到六月十四號 如果兩千一百億 我相信 這個在編列這個預算執行 兩千一百億要執行 把兩千一百億執行完畢 也是很辛苦 我想這個各個不會 在六月十四號以前要把兩千一百億用完 應該也還沒有那個可能性 這樣也太為難我們這些行政部門了 所以我們應該在這個前提下先這樣討論 那相信如果在進入比較危機的情況下 我們各個委員也是會不顧這個自己的生命安全 一樣會繼續在這裡開會 那下去 說定也不是再兩千一百億 不是再兩千一百 所以三個兩千一百也是有可能 那政府的錢 每一分一毫都是民子民膏 我們當然是要 充分的好好的這個力應用 那但下去的情形會怎麼樣也不知道 那看起來我們當然就希望 到六月十四號以後 這個三級警戒就可以下降成二級警戒 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可以慢慢的恢復 因為畢竟紓困也只是一時的 如果趕快把疫苗買進來 經濟活動恢復才是長遠之道 所以我建議說今天就應該聚焦在 他們所提出的這個部分 就這個兩千一百億我們來好好的討論 然後先討論這些附帶決議 哪些需要用的 哪些各個社會各個階層所提出來反應的民意 我們就趕快先來討論 謝謝 我想大家觀念要溝通一下 哪些會有來越去 大家要怎麼處理就要怎麼處理 是啊 就是我相信會好轉大家要有信心 沒有辦法執行完畢 不可能執行完畢了 你要說我們六月十四號以後 我們變成二級 是這樣嗎 我當然希望這樣子 你沒有信心嗎 可以在預算評論上 這個國家問題上面 可以這樣的樂觀 然後完全 你當然對疫情指揮中 這整個國家的防疫要有信心啊 預算你不先討論起來 我們是觀念要當然 沒有用的不太好 但是先觀念起來 我們有辦法就是說 我們這次通過兩千百億 禮拜一 然後 然後越南報告 再修正一個條例 再增加兩千百億 天天這樣搞嗎 不可能 我們就是要與時俱進啊 隨時就是馬上配合開會啊 你看我們上個禮拜到現在 現在這個在三級情況下 我們也是這樣在開會啊 我自己要跟他談 國民黨所有律場上面 不是啊 我覺得總招 那總招 不要一直把心放在這個前置上 趕快 我們全心全力督促政府 趕快買到一年 恢復 恢復經濟活動 才是正本輕人之道 大家理心而已好不好 賴總招 賴總招 我是想請請教 也要確認剛剛 柯總招跟那個育貞委員 你們的增值點齁 性質上我剛剛聽 如果像孩童照顧津貼 兩百多億 是在剛剛幾個部會報告裡面 沒有的 沒有啊 表示 現在兩千一百億匡列完之後 這個新增項目或緊急的即時雨 是沒有的 那就顯見 我們現在要求或者是修正的法案 會是落入 這個民進黨黨團的協法嘛 就是他要編兩千一 但是他可以再用一個概念上再去增加 就變成四千二的編列 這是我想要釐清的 不然我認為現在大家講 剛剛四大部會匡列出來之後 大概就已經快要滿 那如果在剛剛講外加 孩童照顧補貼 就已經超過兩千一 那這個勢必就是現在我們講的 即時雨的概念匡出來的 那如果這樣大家面對現實 疫苗來不及 總不能連紓困跟救急都沒有沒有立刻的一個啟動 這個我認為各黨都要面對民間跟勞工產業的壓力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理性來看看 從修法的條文 反觀回剛剛各部會報告的預算內容 有何不合理或不足 再來協商 不然我覺得今天是第二天 如果大家再要這樣耗下去 我建議明天來開 全國都在分班分流上班 我們就應該要加班 因為你們大家在意的就是大家在看的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 等一下近年我不曉得FAT總召的想法是怎樣 那但是我認為此時請院長就 就把這個定錨確認一下好不好 我只是想要釐清 大家報告完之後的 是不是已經超過兩千一了 所以在修法上 再加一個可能性的空間才能夠把梗蓋 而且就是到六月以前就是即時雨的問題嘛 現在勞工在問你要給我的叫做 叫做孩童照顧補貼 是回溯嗎 還是怎麼樣大家都有疑問的 所以此時乾脆就講清楚 那不要用行政院會一個 報告PPT出來之後疑問更多 好不好 我是建議在這裡 執政黨也可以多說明一下你們的態度 好謝謝賴委員 我來幫忙回應一下 院長 我來回應一下 第一個 今天的部會他們的報告 並不是表示真的把預算數詳列出來 我還一直在強調 我們今天所要協調的是指 我們這個特別條例裡面的十一條 我們只有在處理這個十一條 那處理這個十一條裡面 到目前為止每個黨團所提出來的附帶決議有兩百多案 那昨天我有跟幾個黨團的這個委員交換過意見 就是現在因為有一些學童的家長 對於這個防疫照顧架非常的在乎 那所以我們有跟相關的部會討論過之後 我們認為可以從這個觀點來出發 就是要照顧年輕的父母 他們在這一段期間裡面所受到的困擾 包括說他們要代替老師來上課 在家裡上課 或者是要需要請這個防疫照顧架 但是呢我們希望從防疫照顧架脫鉤 他的脫鉤的意思就是說不要再去處理說他跟雇主之間 未來中小企業你防疫照顧架是請一天來兩天 你要勾基你一天領683然後勾基了半天 很多行政單位教育單位沒辦法處理 所以呢在跟行政單位溝通之後 他們認為就是第一個我們照顧0到12歲的小孩子 那總共的預算多少大概教育部跟衛福部 會做一個這個預算上的整理 但是就我所了解真的是不少 大概要200多億 那我一再強調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處理是這個紓困條例裡面的法律條文的修正案 我們沒有辦法現在馬上決定我要給教育部多少錢 我要給經濟部多少錢 這個是他們送上來的時候 我們再由我們的對按照我們院會的三讀程序 包括未來還有委員會裡面的聯席會議再一個一個去審查 那因為我們希望快的原因就是剛剛賴委員所提的 現在因為疫情非常的緊繃 尤其大家都會心慌意亂的狀況之下 怎麼樣可以安定民心 讓我們的疫情在發展的當中 其他的經濟民生教育等等不會跟著一起會很心慌亂 所以呢我們在統整出來 所有的五個部會今天提出來這個數據呢 我們也是第一次聽到 但是這個都是概估數 這個概估數已經逼近2100億 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所提到 我們在修正動議裡面有提到說 說不定2100億再增加上去變成6300億是不夠的 可能還會再往下再有另外一個的部分 那可能是這8400億 然後再讓行政院來編 那行政院要把特別預算送到立法院來的時候 院長就必須要到院裡頭來做他的特別預算案的報告 那這個我們在刪讀通過之後才能夠決定給多少錢 那我再跟賴委員講一下就是這個防疫 對不起這個名字叫做孩童家庭補貼之類的 我不曉得名詞是什麼 就我所了解是所有12歲以下的小孩子就全部給他一次性 就是等於是拍謝啦 讓你這個很慌亂 那如果是240萬的0到12歲的話 一個人1萬塊大概就要240億 我是說沒有其他的那個排富 或者其他的那個重複領取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呢都還沒有經過精算 也沒有在這一次他們要送來的特別預算裡面要匡列進去 以上報告 坐一下 好 陳委員 剛剛我們聽各個部位的這個報告 交通部229億 勞動部380億 衛福部680億 教育部16億 這樣應該沒有念錯吧 在講各位 沒有他跟我講的 多少錢 教育部多少錢 經濟 經濟部481億 剛剛我們問教育部的 多少錢 300億 好算一下 300億好 那再加250 我們現在剛 我們剛剛這樣加了一下 經濟部480幾億 經濟部 對啊480幾 對 對我們就先說匡列數嘛 我們看說他們這樣的匡列數 我們講務實一點 不要再喊幾千幾百這樣 680 加300 加480 經濟部 2069 那原來的這個條文來講 如果要討論這個 上限是2100億 然後如果再加一個上限額度 三分之一就是再加700億 對不對 不是啊 你們要修改 我們先講我們現行的條文是2100 原來的不是說你們修改的 那如果加三分之一的話就是 加700就2800嘛 沒有 不是 那是你們要改的 我現在就是說 我 是沒有 我現在就是說 我把它說清楚 就是我們剛剛各個部會 練出來的這個 就是 兩千 差不多兩千 二零六九嘛 大家剛剛有算嗎 兩千多億嘛 各個部會 那是不是 如果我沒有訂一個 你不要說訂一個什麼 六千三什麼七千四五千八什麼這種數字 不要用喊的 各個部會 是不是應該 滅一個東西給我們 這幾千億幾千億幾百億 也都是說億的 是不是 大概是我們這樣修改的 這樣也比較符合實情啊 不會好像是開一個空白的資料 隨便你去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不符合實情 比如說 我們說的這個防疫津貼大概多少錢 我們把它加進來 這樣子我們才知道大概給多少錢 我們這台執行他框大概 都是用億當單位 陳醫生我講一下好不好 一有來不可以監督預算 把它提出挑戰 我們都承擔必須 那錢 不是一個空白字 也不會是空白的 都要偏預算進來 建範修條 你這樣就算空白算 那現在坦白講 我們主議長 非常摳的非常死 所以各部會 各部會 沒有錢 現在這個叫兩千億這樣去偏 那只是概述而已 坦白講 都非常不夠 那後面還有 後來決議 還有很多必需處理 而且 我們要保留 還要留一點 有一點 各個部會 現在剛剛你給我們聽 兩千多贏 你還說非常不夠 你是說這個部會 都不認真在礦業預算 所以我們現在是 你怎麼寫 他不會說 你再給他四千 他四千 他四千 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 他也會分歧 那 我們 立法院 不要說說 兩千億完畢 再來修個法 再來兩千億 我們這完畢以後 馬上行政送法案進來 要開營死灰 營死灰 所以他委員會要開 院長要備詢 做一酸案 一酸案 然後送進來 如果這個一酸案 送進來審判以後 再來一個條例再修正 再送一個一酸案 坦白講 你要再給我 柯總長 上你總說 六千三百億也不夠 邊個一兆兩兆好不好 就一個更大的法術放在那裡 沒有啦 這樣子比較 我講話 我講話 每個部份的幾億 幾億 讓我來報告一下好不好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就是說 變成是三點要主案討論嘛 頭第一案開始 現在挑過了 現在大家有兩種論點 一個就是那個匡例的部分先把它定 再來討論附帶結議 一個是附帶結議 所以現在有這樣不懂就沒有辦法進行啊 那沒有辦法進行 主席長在這邊 各位部位所長在這邊 那我們有很多意見 是不是這樣 就是休息十分鐘 大家熟下溝通 溝通後再繼續開話啦 好休息十分鐘 很清楚 我們要不要再拍一下 好休息十分 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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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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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